大家好,我是清风乍起,就等你了,今天介绍一部关于美食的电影《海鸥食堂》 日本人姓慧在芬兰赫尔辛基开了家日本餐厅,但开业一个月了,一个客人也没有 三个芬兰老太太在外面嘀嘀咕咕,纷纷可怜姓慧,姓慧朝他们点头,三个老太立刻跑掉了 某天姓慧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来了个帅小伙,帅小伙要了一杯咖啡 帅小伙对日本文化很感兴趣,还会说日语,姓慧看到他T恤上 印着日本动画片的图案,还唱了两句里面的歌曲,姓慧也跟着唱起来 小伙让他把歌词写一下,但姓慧想来想去,却已经记不起歌词了 喝完咖啡,小伙要结账,姓慧说你是本店第一位客人,咖啡免费喝 小伙高兴的道谢离开,关店后,姓慧去了图书馆,突然他看到一个女人在看日本图书 于是过去询问对方,知不知道那部动画片的歌词,对方说知道 姓慧请求对方帮他写下来,对方记忆力很好,很快就写下了完整歌词 他问姓慧为什么要歌词,姓慧说是为一个客人找的 他问对方来芬兰干什么,对方说他是闭上眼在世界地图上指的 指到芬兰后就来了,姓慧问他,要是指到阿拉斯加你会不会去 对方说会去,看来这女人一定是受了感情的伤 姓慧说为了感谢你,如果你愿意可以搬到我那里住 于是这个叫小绿的女人就搬到了姓慧家里,姓慧做了满满一桌的日本料理 小绿吃了一口,眼泪流了下来 小绿问姓慧为什么来芬兰开日料店 姓慧说因为芬兰人也喜欢朴素但好吃的东西 而且芬兰人也喜欢吃三文鱼 转天,小绿和姓慧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来到海鸥食堂后,帅小伙又来店里喝咖啡 姓慧说动画片的歌词找到了,是小绿写的 小伙很激动,结果把小绿吓跑了 他在外面转悠了半天才回来,然后对姓慧说 他想在海鸥食堂帮忙,说不要供钱 姓慧说只要你不嫌没事干就行 然后三个老太又来了,说没生意还使劲招人 姓慧朝他们点头,三老太忙转身离开 姓慧从小就每天坚持练和气道 小绿过来说现在店里唯一的客人就是帅小伙 而且他是第一个客人,所以姓慧从不收他咖啡钱 因此小绿建议在导游手册上打广告 这样看见广告的日本人就会来海鸥食堂吃饭了 但姓慧不想打广告 他说海鸥食堂之所以叫食堂而不叫餐厅 就是想让人们路过时顺便进来吃顿饭的 他说只要每天认真干,人总会多起来的 结果转天就来了一位客人 他进来要喝咖啡,姓慧给他冲了咖啡 那人说很好喝,但是还可以更好喝 他说要教姓慧做更好喝的咖啡 姓慧同意了 那人将咖啡倒进过滤纸里 然后用手指指着咖啡念了句卡皮鲁瓦克 然后冲了咖啡给姓慧喝 姓慧喝了一口感觉确实好喝了很多 那人走后姓慧照他说的也念了一句卡皮鲁瓦克 然后冲出咖啡来给小绿喝 小绿喝了一口大壶好喝 而又来喝咖啡的帅小伙喝了一口后 也觉得不同以往 小绿说他觉得海鸥食堂该做些芬兰人喜欢吃的东西 于是掏出了刚刚去菜市场购买的小龙虾 飞鱼和驯鹿肉 姓慧同意了 于是两人开始做各种口味的饭团 做好后三人首先品尝驯驯鹿肉饭团 芬兰小伙皱起眉头表示很难吃 然后开始吃飞鱼饭团 帅小伙差点呕吐说太腥了 而小龙虾饭团也味道一般 姓慧说饭团还是要用腌煤干 三文鱼和煎鱼才好吃 晚上姓慧又在练和气道 小绿道歉说今天自己瞎出主意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姓慧说没关系 有些事只有做了才会死心 但他突然说 我们明天做肉桂卷吧 肉桂卷是北欧人最喜欢的点心 他们买来面粉 鸡蛋 糖霜和肉桂粉 开始制作肉桂卷 很快烤好的肉桂卷出炉 外焦里嫩香味扑鼻 吃了一口 立刻唇齿留香 精神百倍 三老太路过 闻到了肉桂卷的香味 筋不住进店品尝 尝了一口后 连夸肉桂卷做的地道好吃 姓慧和小绿很高兴 终于有了客人 从此三老太成了这里的常客 喝咖啡 吃肉桂卷安逸得很 但小绿突然看到 外面有个老太太 对他们怒目而视 幸慧朝他微笑点头 愤怒老太 转身离开 转天 食堂又来了两位新客人 幸慧做了煎肉片和烤鱼 他们吃起来非常可口满意 但小绿一抬头 又看到了愤怒老太 愤怒老太一番死亡凝视后 转身离去 之后 店里来了一位日本女人郑子 郑子来这里旅行 但人到了 行李却被航空公司弄丢了 等了三天还没到 幸慧对他表示同情 并说如果需要换洗衣服 他可以借衣服给郑子穿 郑子很感激 称赞慧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很幸福 慧子笑着说 只是不愿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罢了 之后 郑子跑去商场买衣服 而帅小伙 也很想吃喷香的肉桂卷 幸慧给他免费吃了一个 此时 郑子穿着一身 类似火影的衣服出现 幸慧不诚实的 夸赞他的衣服好看 突然又看到愤怒老太 对他们怒目而视 而这次 他竟然走进店来 要烈酒喝 幸慧给他倒了一杯 他一饮而尽 还让幸慧和小绿陪他喝 但两人都不敢喝 愤怒老太又让郑子陪他喝 郑子勇敢接招 端起酒杯 也一饮而尽 居然面不改色 而愤怒老太又要求倒酒 结果只喝了半杯 就倒在地上 四个人只好将愤怒老太送回家 把帅小伙累得气喘吁吁 愤怒老太醒来后 开始哭诉说 他老公突然离家出走了 对什么都怒目而视的 转天小绿和幸慧 对帅小伙表示感谢 也对郑子护理愤怒老太表示感谢 他们问郑子是不是护士 郑子说 自己常年护理生病的父母 什么都学会了 去年父母相继去世 他才卸下了二十年的重担 所以才出来旅行散心 他在电视里看到芬兰举行 背老婆跑步大赛 感觉森兰人很幽默 很无忧无虑 所以就来了芬兰 他自言自语的说 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 如此安定平和呢 旁边的帅小伙说 是森林 因为我们有森林 郑子听了这个 立刻付了咖啡钱 起身前往森林 他在森林里畅快的呼吸 感受着大自然的原始宁静 还采了许多蘑菇 芬兰人最爱到森林里度假 郑子也在芬兰的森林里 找到了想要的安定和平和 渐渐的海鸥食堂的客人 果然多了起来 幸会熟练的做着各种美食小吃 芬兰顾客们品尝着各种美食 感觉相当不错 郑子来到店里说 他去了森林感觉很不错 说他想吃饭团了 于是幸会很高兴的 给他做了饭团 饭团端上来后 郑子刚要吃 就见旁边的芬兰人 都盯着他看 郑子大口咀嚼着 感觉非常满足 芬兰人不知味道如何 都议论纷纷 转天幸会三人正在忙碌着 愤怒老太也来到店里 向他们表示感谢 然后要了咖啡和肉桂卷 愤怒老太突然问他们 日本有没有魔法 说他想诅咒 幸会说倒是有稻草人法 小绿问幸会有没有用过 幸会说我当然没用过 谁会用这个呀 结果郑子抬头不语 原来郑子用过 于是郑子将稻草人诅咒法 传授给愤怒老太 愤怒老太用锤子 将铁钉钉进稻草人身体里 结果每敲一下 他丈夫的心脏就疼一下 之后成为朋友的四人 还结伴去海边晒太阳 结果回来后 发现店门开着 而店里有人正在偷东西 幸会过去 一记大背夸 将那人摔倒在地 哪知那人却是教他煮咖啡的男人 愤怒老太认识他 原来那人正是这家店的前老板 以前这家店是咖啡店 上次他来店里 看到自己的机器落在这里 所以就想偷偷拿回去 幸会说我饿了 我们做饭团吃吧 于是大家就一起做饭团 做好后两个芬兰人 也跟着一起吃起来 觉得味道相当不错 作为答谢 那男人将自己保留的猫式咖啡 送给幸会一些 那是麝香猫 吃了咖啡豆后排出来的 是最好的咖啡豆 幸会念了咒语 卡皮路瓦克 结果大家喝起来 都连声称赞 这猫屎真香 哦不 这猫屎咖啡真香 小绿问幸会 为什么用饭团做主菜 幸会说 小时候母亲过世了 父亲每年给他做两次饭团 分别是运动会和远足的时候 饭团不大 但非常好吃 他对父亲做的饭团 总是忘不掉 小绿听了 竟然哭了起来 想起了自己的亲人 而正子的行李终于找到了 他也必须回国了 但是当他打开箱子的刹那 发现箱子里都是自己 在森林里采摘的蘑菇 还传来森林的风声和鸟叫声 这其实是他内心的渴望 他渴望在这里生活下去 而正好有个老头 突然给了他一只猫后离开 于是他就以要照顾猫为借口 留了下来 请求继续在店里帮忙 幸会说当然可以 之后帅小伙来了 荷兰夫妇来了 三老太带了个男士来了 三个荷兰年轻人也来了 客人开始络绎不绝 源源不断 幸会认真忙碌的做着各种美食 炸肉排 煎三文鱼 酱汁卤蛋 鸡蛋卷 土豆炖牛肉 姜烧猪肉片 他煎炒烹炸 忙碌不已 而客人们吃饭聊天 很放松 很舒适 而愤怒老太花枝招展的赶来 说他老公回来了 他老公说还是离不开他 他高兴的点了份饭团 于是很多荷兰人也都点了饭团吃 大家都愉快享受着美食 这里就真的如一个食堂一般 虽显拥挤 但温馨美好 幸会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 三个女人辛勤的忙碌着 发自内心的快乐着 美好生活如此而已 全剧重 生活有时是冷酷的 但美食永远是温暖的 一顿美食能承包你所有快乐 也能消化你所有委屈 人生无悔 美食无敌 愿今生不复岁月 愿岁月盛满美食 胖不是美食的罪 有罪的是你停不下来的嘴 美食本无罪 庸人冤枉之 让人温暖的 不光有美食 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和善 与人为善 双倍奉还 恶行无际 必遭天谴 助人为乐 多吃一碗饭 日行一善 多活一天半 好了 我要去做饭了 孤嘴白 下次见 有猴